急診室塞得滿滿都是人 甚至有醫師在臉書上發文 說急診塞報持續一個月 一點改善的曙光都看不到 卓有80多歲的婦人 坐輪椅等了20分鐘才有床 還有中年男子心境冒冷汗血壓低 被迫坐在輪椅上被電擊 甚至疫情還可能在本週達到最高峰 12萬6千左右 大概預估大概是5萬人到6萬人 那我們在跟前週比起來 大概是增加了3% 死亡比前一週暴增55% 不過跟高峰2022年第22週 1223死相比不到一成 而以助整人測來看 預計本週高峰會達到13萬人次 分型國內便因株佔比最多的 還是JN.1 第二是KP.2 接續是LB.1 而這也是採購新疫苗的選株關鍵 只是現在又爆出專案進口的點滴 出問題 沒有在這個核可名單裡面的國家 就必須要派人去工廠去實地查證 有關它整個無菌的包裝 裡面的充填 還有保存的技術 甚至裡面會不會有一些懸浮物 專案進口越南樹液除了被質疑 沒有法源依據 也被點出沒有事先查廠已經違規 使用署緊接回憶 輸入點滴都是國外合法販售 輸入的藥品其實它都屬於PX廠的規格 日本委託製造的藥廠 事實上他們有受過日本的監測 所以他們是符合日本的所有的油膽藥品 強調都有在監測進口點滴的使用狀況 國產8月也有望從45萬個單位提升到50萬 目前還是努力協調是否能增產 希望能盡快補足缺口